好的 给你两位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节目的首级编剧 你帅精兵啊 为什么老是介绍我 陈陆陈陈陈陈陈 这都是吐槽大会的编剧吗 什么的 你们今天感觉怎么样 录的开心吗 挺好的 挺好的 我我本来以为会 很猛 会很猛啊 其实没有那么猛 对对对 还是在 陈受范围内 那我们下次再猛一点 对不好意思了 下次还是不好意思的 不会有下次 哈哈哈 不好意思不会有下次 那问一下周震南老师吧 你觉得你 哪个点观众最喜欢你 就是你的粉丝最喜欢你的点 生活里的点吗 我也想知道 就是你其实也知道 那些女生 就是喜欢你那种可爱的 啥啥的那种感觉就是 傻姆非啥一只挑眉毛 就会那种放大那一块那种 是啥 其实我们做艺人都会知道这些 还绝对知道的 感觉在反击吗 哈哈哈 哈哈哈 让董优林老师来采访周震南好吧 哈哈哈 来来来吧 有点突然 来把手卡给你 你可以不按这个问 也随便问 董优林老师不一定能按的这个问题 这应该按不了 来来来 你有没有听我新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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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听了刚才 节目里大家准备出来的都听了 大家都听了 大家都听了 你的歌我也有听 谢谢 谢谢 我知道他们 我知道他们团出了第三支单曲 对不对 对我们第二张专辑 第三个单曲 哦第二张专辑第三个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 给他多出了一个 我也马上 我第一张专辑都还没出 圣诞节要出 哦 好来我们预祝大麦 就是什么呀 谢谢 唱一首 要不要宣传一下 打打宣传一下 对我们要流量很大的节目 首先大家要先支持 楠楠他们的这个 哈哈哈 第二张专辑的第三支主打 呃第三支专辑 太细了没人记得住 叫什么名字 哈哈哈哈 那么这样 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下 Royce的第二张专辑 炸裂魂 好 好 有人还是个炸裂乐器的 哈哈炸裂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小弟 人生当中的第一张专辑 叫做 情歌就听 哇 好我也要打一个 希望大家关注一下吐槽吐槽大会 啊来来来 必须必须 我也有打一个 干净听都听过吗 别听了我听你了 哈哈哈 这张老师今天感觉怎么样 嗯 这是我们节目的首席编剧 每次都 哈哈哈哈 真是 报幕员一样 每次都剪定 自我 自我介绍一下 透口秀借的 不 透口秀编剧借的汪海林老师 也没有他那么差 哈哈哈 人员没有他那么差 你怎么称我 我程璐 程璐 我们在齐八舟见过 坐在我后边 啊对对对对对 他们那个站队的 后面那人说话 你支持我们队影 也是我孩子 对对对 都是熟人 都是熟人 都是孩子 对 你觉得讲 今天吐槽开心吗 不爽 不够 不爽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 虽然都是这个语言表达啊 还有这些的 有肢体的这种 但是这是我跟卡姆就说 这是隔汗文隔山 啊 而且就是 你要一个大师姐 大师姐 跟这个大师弟在这 大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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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他这么牛 你知道吗 这不是我这爹粪我都觉得我自己来着 真的是 不用跟她比的 这奇葩说不也划铁炉了吗 哈哈哈 你想想她在人生是平等的 你想想她在那个节目里 不也是一点都不会 哈哈哈 你今天比她在那边好好多了 那个那个其实是我回去以后跟我哥说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看姆嘛 就是就觉得说哎呀 还还他还是适合脱口秀 对哈哈哈 他早就发现了 哈哈哈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我还挺喜欢这种 因为我从小也是北京村长大 就是特贫 嗯 就是也喜欢这种互相怼对方啊 互相去给对方就是这种 应该是很喜欢互相对对方 对对对 可是网友们不喜欢 是啊 哈哈哈 你记得谁的比较开心对你 因为我看你笑的还挺开心的 哈哈哈演员嘛 哈哈哈演技真好